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沙巴新州日报新闻 让我们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 继州政府在农历新年前进行州内阁部长改组后 沙巴首长拿督哈之之诺 今日在进行州内阁助理部长阵容改组 三名州议员受委为助理部长 沙巴西蒙两名州议员及沙巴团结党一名州议员 今日在州员首府在州员首敦珠哈马西鲁丁前宣誓 出任州助理部长 行动党籍里卡市区州议员陈立发 受委为州财政部助理部长 公正党籍下南南区州议员比多卡林 则受委为州农业及渔业部助理部长 沙巴团结党籍鲁马丹区州议员 拿督鲁斯兰姆哈兰受委为首长署助理部长 除了三名州议员受委为新助理部长外 四名现任助理部长的职位 也在今日的州内阁小改组中进行调整 拿督斯里卢迪阿华从原先的州科学 公益及革新部调往州乡村发展部 拿督哈伦布拉比则从州乡村发展部调至州科学 公益及革新部 原任州特别事务及协调部助理部长 拿督菲鲁兹被调至州青年及体育部 至于原任州青体部助理部长 拿督安迪·莫哈默·苏拉迪 则调至州工业发展部出任助理部长 沙巴首长哈之之诺形容新改组的州政府助理部长阵容为包容性的阵容 强调新州助理部长任命及改组是为了巩固与加强州政府在管理上的工作及努力 把焦点转向沙巴的水灾灾情 连日来的暴雨天气导致沙巴水灾情况恶化 截至周四下午4时 全州共有6453人被逼离开家园 疏散至临近26个疏散中心 除了北部四县拜丹、碧达市、戈达马鲁都及古达外 沙巴东海岸的拿督县也淹水 戈达马鲁都水灾最为严重 来自1731户家庭的4789人被送往疏散中心 古达县共有739名灾离在疏散中心等候水位下退 沙巴天灾管理委员会指出 当局密切关注拜丹和必打市的灾情 因为至下午4时情况没有好转 灾民人数逐渐上升 戈达马鲁都县官亚历山大洋 已下令全面启动县救灾行动时 各单位救援人员立即投入救灾 大马气象局已向沙巴发出暴雨警告 预计州内多个地区 包括西海岸、山打根、古达、豆湖及内陆将有持续性暴雨 州政府也已准备好15000个粮食援助包 从周四起发放于州内受水灾影响的灾民 州社会发展及人民福祉部长拿督詹士拉底 今日表示 州政府会持续关注灾民的需求 配合鬼卯农历新年到来 山打根张天文公园在日前换上新装 兔子装饰已就位 欢迎民众到公园拍照打卡 上述装饰与清理工作 是由山打根区会议员办事处团队花了5-6天完成 团队不仅为张天文公园挂上红通通灯笼 也在瞭望台前放置可爱的兔子造型装饰作为点缀 令公园整体的新春气氛提升不少 沙巴星洲为您报道